來 沒帳戶 帳戶 帳戶 沒帳戶 壓制 來 壓制 發生在今年5月1號 在台北市 海邊東陸的 重大住宅千島案 總共人眾報案損失的525萬 那案件發生之後 大家可以立體住的專案小組 來針放 那我們發現 這個辦選曾在4月28號 出現在 召獻住宅 大樓以及周邊 所以我們根據 這個辦選的動態跟資料 研判他的生活習性 我們發現他 經常會出現在公園 以及在宜蘭郊區附近一帶 那我們就跟這些 相關的專案小組 共同來跟肩 埋伏來追查 那在我們的最長過程中 我們在宜蘭的郊區 發現疑似 竊血所移製的 氣製的這個腳踏車 我們將這個腳踏車 送回到刑事警察局的建設中心 立即洽行實施專案的筆費 查知 犯前的身份 那也在這個過程中 也查出了 毒性犯前疑似 涉及從89年起 總共有12件的重大性侵 及切刀案件 那我們根據 再根據這些資料 在昨天晚上 發現的犯前 在台北市民生公路出現了中心 那我們在今天 凌晨30 要弄得大批的警員 將整棟廢墟的 此次圈圍圍捕 這個 將這個攀爬的這個犯前 逮捕到外 那不完全在台北的過程中 一路都沉默不云 那我們在現場 提出了 設儀式的張款 245萬 以及助安的手機 跟助安當時的 穿足衣物 以及帳篷等等的證物